重庆遭遇长江今年第五号洪水之后 水位逐渐回落 水退之后 重庆中心城区的商店街 留下满地的淤泥 有人用消防口冲洗 相互忙于清理留下的垃圾和杂物 而在前一天 水浸至少有一层扭高的南奔路 洪水几乎退去 中央电视台报导 朝天门串摊站的水位 朝早仍然超出保证水位4米以上 预料要到周末才降至警戒以下 星期四到重庆视察灾情的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涉水检视农作物受损情况 虽然这么大的灾害 我们顶住了 一定能够把家园重新建设好 建设好 好的 他又到池汽口 走放了几间商户 了解受灾情况 随后到同南区 视察兴建中的大石桥水库 李克强说 重庆遭遇罕见水灾 各个水库发挥了重要作用 丁竹工程人员建设好水库 而四川年的暴雨 雅安市中海村山泥倾射 多人死亡 至于早前文江、清衣江 和大渡河水威暴涨 为处三江交汇的洛山大佛 脚趾1949年以来首次被浸 江水之后退到佛脚平台两米以下 当局正进行灾后清理 预料警区今个星期之内局部重开 无线电视机长曹家宁报导